哇~~吼吼吼吼 拿出一番賞原本的塗裝來比一下 而且他跟我開綠燈 然後說不管怎樣追到底 這樣子的魔改 總共加起來就是 吼吼 歡迎來看KT叔叔公仔開箱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KT叔叔在日拍上買到的魔改公仔 這支BWFC的巴達克 它是原色然後在魔改的 其實這真的是個意外 就有一天我日拍逛著逛著 然後就意外看到這一支 覺得它的魔改的風格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就隨便出了一個架 沒想到幾天後 竟然套出通知說我得標了 影片最後再跟大家分享 KT叔叔從得標 然後到代購商寄送到KT叔叔家裡 整個過程花費多少錢 影片最後再跟大家分享 老實說我覺得我這支得標的價格 真的是蠻便宜的 其實我在日拍上 看一看一些魔改公仔的狀況 我覺得日本的魔改市場 真的是比台灣還要熱絡不少 然後我也幫我們的課長Suki 標了這一支 通一個魔改師的魔改作品 最新的一番賞 未來的決鬥B賞大特 同樣的魔改師 同樣的魔改風格 給大家滿滿的魔改 馬上就來跟大家分享 Let's go 哇塞 哇 哇 吼吼吼吼吼 這個塗裝 哇塞 有沒有 超狂的啦 哇塞 吼吼吼吼吼吼 因為我沒有它的原色可以比較啦 我就放一張圖在這邊 給大家比較看看 是不是差蠻多的 那這個魔改風格 我覺得它除了 把它的肌肉線條的陰影 加深到非常明顯以外啊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戰損感 你看喔 它這些有流血 有腎血出來的地方 都還有做出這樣子 這個真的超逼真的 不是說 喔 只有這一刀 有血汁而已 它旁邊還有一點點 就是血流出來 會回到旁邊的感覺 喔吼 有沒有 這裡也是啊 超讚超讚的 包吼它的額頭 還有眼睛旁邊 吼吼吼吼吼 而且這個陰影應該都是它自己上的 哇 好 超讚的啦 哇塞 這裡還有這裡還有 皮膚擦傷了 磨破皮的一點點的傷口 我最滿意的就是它這個戰鬥服 它把這個戰損感給極大化 超級讚的啦 哇 你看 這個戰損感有沒有 喔 我真的超級喜歡這一隻魔改風格的 所以我陸陸續續都有在follow 我在日拍上看到的這個魔改師的作品 蠻喜歡的 嗚 小勒少年啦 接下來我們來看 同一個魔改師 所魔改的 最新的 氣龍珠一番賞 B賞的大特 喔吼 它還用膠帶貼耶 它還特地再貼一次 蠻用心的 喔吼吼吼吼吼吼 果然是一樣的風格啦 哇 太讚了吧 這層是牛仔外套啊 吼 超讚的 你看這個靴子 整體的皺褶感的陰影啊 這個塗裝超讚的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個魔改師 哇塞 欸 你們看一下 你看連拳頭這些小細節的陰影 它都有把它加深處理耶 袖口的金屬扣環 它也是重新在處理這個金屬漆 哇塞 膠囊公司的logo都是重塗的 整個臉部啊 側邊啊 還有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整個脖子 延伸到胸口的陰影 都有加深處理 頭髮一樣也都是有重塗 這真的是整個重塗 不是單純加強什麼而已 好 我覺得廢話不用多說 拿出一番賞 原本的塗裝來比一下 哎呀 在這裡啦 在這裡啦 但我覺得不是說比誰好誰換 因為魔改 它本來就是藝術品的性質 懂我意思嗎 藝術品不是說要比誰好誰壞 藝術品就是藝術品 它不能跟原廠的塗裝來比誰好誰壞 只是單純讓大家比較看看 差異性在哪裡 有沒有 這就是我一直強調的啦 牛仔外套 就是要這樣子的塗裝 才叫牛仔外套 才有把牛仔外套那種刷色感 給凸顯出來 超級讚耶 那我們看這個頭髮跟牛仔外套的配色 這個差異應該是 這個是動畫版 然後這個是漫畫版 所以髮色也有點不一樣 左邊這一支原廠的塗裝不好嗎 其實沒有 你們看它是有塗裝的喔 其實從臉部 然後到脖子胸口 都是有塗裝的 連拳頭也都有 真的就是魔改風格不太一樣 鞋子也是有塗裝啊 魔改就是把整個塗裝 還有陰影漸層感給極大化 我們看這把劍 左邊的一翻賞 原廠的塗裝 就是非常乾淨無暇的感覺 右邊這一支 魔改的 這個金屬 就是要有一點點落差的感覺啊 這才像是真的有在使用中的劍 皮革啊 這個綁帶啊 都有做出一點點破舊感 小的讚 小的讚 滾一下大家 如果不考量預算的話 這樣子的塗裝 你會喜歡左邊一翻賞原版的 還是右邊 魔改師魔改的呢 在底下的留言區回答 很想要聽聽看大家的看法是如何耶 這樣子看果然是同一位魔改師的風格啊 一模一樣的處理方式 有一些魔改可能是改2D啊 然後或者是風格會特別的強烈 KSU個人是認為說 這樣子的魔改風格算是比較適中的 不會太過於強烈 又不會好像很清淡 只是加深一點點陰影這樣子而已 這個我是蠻喜歡的 特別是在這種暫存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風格是最適合的 不曉得你們覺得這個風格怎麼樣呢 還是你們有什麼魔改的收藏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來跟我分享喔 那我知道 如果要分享一些魔改的 不好在影片下方用留言分享 可以加我的LINE群 KSU開個LINE群 我們都在討論七龍珠公仔相關的消息 還有情報 也會分享一些自己的收藏 我把QR Code放在這邊 底下影片的說明欄 也有連結可以加入 歡迎大家一起來討論 分享七龍珠的公仔 如果留待一下 我安排一下 是你們在錄音樂的話 就應該要更多阿 我是不可以在錄音樂的 在錄音樂的電源上 還可以拍照 每天 我們可以照顧生的 後面 在錄音樂的方式 嗎 真的 什麼 可以 可以 好的,现在就来跟大家揭晓 这一支魔改的BWFC巴达克 可以说花了多少钱 我在日拍上以7500日币得标的 当时正好有一个500块的折价券 折碗就是7000日币 换算成台币大概1542块 没有错,1542块 这一支没有改的原色大概就是1000块左右 这样子真的是不贵,对不对? 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是 因为这个代购商需要汇款给日本的卖家 有一个日本的汇费 然后还有一个当地的运费 这样子加起来是244块 寄到台湾之后会有一个国际运费 然后还有代购代表商的服务费 寄到我家的宅配费 这里加起来是375 总共加起来就是2161块 2161块 大家觉得这样子的魔改 这样子的艺术品 你们觉得值得吗? Kissu自己是觉得超级值得 因为真的超级赞的啦 哦小雷送小雷送 那这一支魔改的最新的一番长的大特 因为我没有取得Suki的同意 我就不跟大家公布这一支花了多少钱 这个截标的时间 Suki他在上班 他就委托我帮忙他 而且他跟我开绿灯 然后说不管怎样追到底 我只能跟大家说 这支真的不便宜 Suki对这个真的是真爱啊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KT叔叔 这个日本魔改师魔改公仔的分享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按赞订阅 然后分享跟你身边说要喜欢七龙猪的朋友们 让他们知道有一个专门在做七龙猪公仔相关影片的频道 叫做KT叔叔公仔开箱 谢谢谢谢 那也欢迎大家加入KT叔叔的频道会员 来支持KT叔叔 赞助KT叔叔来继续制作七龙猪公仔相关的影片啦 KT叔叔的频道会员呢 有专属的会员群 其实最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KT叔叔所制作的一些老物回追的影片啦 频道会员们一定都会提早几天看到 那我决定接下来的老物回追我都要让我的会员们提早一个礼拜看到 所以呢加入KT叔叔的频道会员 你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好处啦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KT叔叔随着每一套七龙猪一番赏的推出跟开箱 我会从我的钻石会员里面抽一名出来 来让他选择说你要哪一只一番赏的公仔 我就送给他直接送不要怀疑直接送 那也可以透过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功能给KT叔叔一次性的赞助 KT叔叔也要跟我超级感谢你的 好啊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 好啊